台湾的资讯业是不是有未来 当然是有未来的 而且未来是由您创造的 你到底要听什么呢 台湾资讯业的未来是 现在其实并没有 单纯的资讯业的概念了 就好像说 大家常常说数位证伪 可是每一个部会里面 其实都会进行数位转换 数位转型 所以其实可能从下算起过五年十年 可能要特别有一个类比证伪 去管那些还没有数位化的 而所有的其他东西都已经数位化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所谓的资讯业 现在它也越来越不是 好像传统上 你只需要跟特定的硬体 特定的演算法 特定的某一个分层里面的 这个东西打交道 我们已经看到资讯 它是渗入生活的每一个不同的部分 所以很多时候 它就是要跟人打交道 不管是做互动设计 做服务设计 去做各种各样的 就是user experience 或者是如果是AI的话 它里面还有各种 就是你要怎么判断情绪 甚至你要怎么合成出情绪 等等的这些部分 它是非常接近于人的 而那些比较 就是操作性的部分 当然因为现在随着AI 这些东西出现 这个东西慢慢又会被自动化掉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资讯业 它是变成是所有其他的产业的底层 它不是它自己 好像说 这个赚了很多钱 虽然可能还是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就是说 不是它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做什么product 它变成一个service 然后呢这个service 让所有它碰到的产业 在数位转换的过程里面 都可以省非常多的人力跟时间 那省人力跟时间 基本上就是省钱嘛 然后有个朋友马上问说 请问我流场法不会觉得很热 现在是冬天并不会觉得很热 谢谢你 OK Anyway 对那所以我想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自己一向都是自由软体做开放圆码的 所以我们在资讯里面做这样子的工作 它就是一个enabler 就是说本来不存在的行业 可以因为我们做的这些开放的资讯的基础建设而存在 好比方向Google Google是一家公司 大家可能有听过 但在它还是一家小公司的时候 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在他们的伺服器里面 用一个叫Pagerank的一个演算法 那他们都是跑在自己改过的 一个叫做Linux的作业系统上面 如果当时没有Linux或者BSD 或者这些开放的作业系统给他们用 他们每一台机器都必须要付Windows的授权费 Windows Server的授权费的话 根本就没有Google 因为这件事情这种非常多个电脑的分散式的 新的这种innovation 它必须要是第一个就是 它不需要把每台是付授权费 以及第二个它要能够自己去改 这个Kernel的演算法的 那在这两个条件存在之下 我们才有Google 也才有现在的超级电脑 现在超级电脑基本上全部都是跑Linux 所以在这样子的概念里面 就是说我们做Linux并不是说 我做Linux就可以赚大钱 而是说做Linux就可以让人类 本来不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变成可以做来创造新的产业 好那接下来 有 有